大家好,欢迎收看指缝里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说的是1993年的一部科幻电影《异形基地》 它虽然叫异形基地,但它并不属于异形系列 讲述了一个美国遭到外星人入侵的故事 故事开始女主马蒂跟随爸爸一起前往南部的军事区里 同行的还有继母和弟弟 当他们到达一个加油站的时候 一个黑士兵在厕所里突然抓住他 说有些东西就在外面,那些东西无处不在 他们会趁你睡熟的时候就来抓住你 赶快离开这里,要不然你就会成为下一个 马蒂现在跑了出去,等一群人进厕所的时候 黑士兵已经跑了 他认为那个人是疯子 但他说的神秘东西究竟是什么 我们继续往下看 原来女主的爸爸马蒂是一个环保局派来的化学专家 到这个军事基地来调查化学污染的 他们一家人被安排住进基地家属院的一户空闲的房子里 这一天女主马蒂正在基地无视瞎砖游的时候 无意间走进了一个禁区 被一大群士兵围住了,让他不知所措 还好一个开厂棚跑车的短发女孩金恩路过帮他解了围 原来金恩是这个基地将军的女儿 俩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马蒂在调查基地周围环境的时候 一名医疗队的少校来咨询他化学污染 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基本思想 也就是三观 因为在部队医院里很多病人都表现出极度的妄想症 偏执狂倾向 他们都害怕睡觉,害怕和家人共处 马蒂告诉他这根本不是化学品引起的中毒症状 这应该属于心理学的办成 下午一群士兵就把几个大箱子送进了马龙的房子里 并说这些是将军给他配的仪器 部队的幼儿园里也十分诡异 老师要孩子们画画 但是所有的小朋友画的都一模一样 只有女主弟弟画的和他们不一样 老师对他很不满意 这让小家伙很不开心 于是想逃跑的时候 被一个大兵抓住送了回去 准备交给他的姐姐 这个大兵就是男主弟母 是基地的直升机飞行员 俩人见面的第一眼就十分来电 小弟弟也不想去幼儿园了 因为这里的老师总想让他睡觉 之后当静恩带马蒂来酒吧的时候 男女主就又一次见面了 电影里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酒吧里的每个人都十分安静 即使有喝醉的人也被神秘的士兵带走了 俩人还进行了一次比较浪漫的晚上约会 但是让观众失望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镜头推向旁边的河里 一大群士兵正在河里捞起很多外星怪诞 装在车上准备运走 这天晚上 小家伙在家里哭着找妈妈的时候 床上的妈妈却已经只剩下了一张人皮 血肉都已经被洗干了 而在另一个房间里走出了另外一个全新的妈妈 小弟弟看见妈妈死了就吓坏了 赶紧跑了出去 刚好遇到弟母送马蒂回家 但是爸爸和马蒂都说弟弟做了噩梦 并不相信妈妈死了的事实 因为妈妈依然活生生的站在那里 随后马龙在化学仓库里做样本研究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搬运的意外事故 一名士兵当场就被砸死了 可是那个士兵的血肉十分古怪 这引起了马龙的怀疑 于是他偷偷的取到了死亡士兵的血液样本进修化验 结果这种东西根本不是血液 也不是化学药品 是一种未知的东西 让马龙很是震惊 这天晚上 马蒂在洗澡的时候 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在天花板上正好藏着一只怪蛋 应该就是前面神秘士兵送来的大箱子里装的东西 怪蛋里悄悄的伸出了很多面条 慢慢的爬进了马蒂的浴缸里 这些面条爬进他的嘴里耳朵里 吸收并复制他的信息 应该就类似于现在的数据线 然后就在怪蛋里生出了一个胚胎 这个胚胎以惊人的速度长大 一会儿的功夫就快成人了 而这边新妈妈也开始了给马龙按摩推油 让他尽快放松睡觉 不一会儿 马龙的脸上也爬满了面条 刚好此时 马蒂不知为何就打了个冷战 突然清醒过来 拽掉了脸上的面条之后 天花板上的克隆体就掉了下来 但这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克隆体 还没有进化完成 就被中断了复制而死掉了 凶黄的马蒂赶快跑到爸爸的房间里 赶紧唤醒了爸爸 拽断了面条之后 从床底也爬出了一个没有复制完全的爸爸 哼哼两声也死掉了 原来这种东西主要是趁人们睡觉的时候 通过面条与人类搭建连接 有个缺点就是必须数据要传输完成 人类才能被成功复制 否则就像女主和他爸爸 数据传输到一半断网了 人也去死了 而爸爸此时也意识到了危险 立刻喊上妻子一起离开这里 但是妻子已经被外星怪弹克隆顶踢了 还试图对他进行洗脑 加入外星人的队 爸爸当然不信他那套说辞 赶快就带上马蒂赶和儿子离开了转 妻子立刻就发生了一声嘶吓 原来他在呼唤同外 很快住宅区里出现很多人 开始抓捕他们三哥 还好被正常的人类士兵开枪掩护着逃跑了 这边男主蒂姆听到枪声 想出去看看是什么事情 但是他的战友都要他乖乖睡觉 蒂姆当然感觉到战友们都不正常 一通反抗后就跑了出去 马龙把子女藏进一间仓库之后 他就独自一人想去打电话求求 刚好在一间屋子里见到了医院的少校 少校此时已经精神崩溃 说那些复制人已经占领了基地 正常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正在说话的时候 给了马龙一串车钥匙让他先走 但是马龙还没来得及逃跑 基地的将军就进了屋子里 原来他早已经被外星人复制顶替了 果然这是一种外星生物 通过怪弹吸收孵化正常人 从而复制人类的思想和行动 但他们是一种高度集权的种族 所有的成员都会听从组织的安排 没有自己的思想 这群外星人对少校进行了洗脑教育 想要少校加入他们的大家庭 但是少校誓死守护自己的灵魂 不想变成毫无思想的形式走肉 于是就开枪自杀了 这边马蒂见到爸爸回来非常高兴 但是他们开车逃跑的时候 马蒂感觉眼前的这个爸爸说话很不正常 于是强行刹车 刚好遇到赶来的蒂姆 在正常的时候 失手一枪打死了爸爸 果然珍重的爸爸马蒂早就已经死了 三人刚逃跑 就又有一个复制人大吼着呼叫同伴 原来外星复制人之间的通话全部靠谎 于是蒂姆计划冒充复制人偷一架直升机过来 接他们离开这里 这个计划进行的很顺利 他们要表情的到机房开出了一架直升机 因为只要装成面瘫就能骗过复制人 但是女主和弟弟却被复制人士兵给抓走了 开着直升机的男主一路尾随他们 直到看见把马蒂送进了部队的医院里 为了救马蒂 蒂姆冒着生病危险 再一次装成面瘫混进了医院 里面正常人都被强制睡觉 挂上一脸面条 然后被吸成粉末 一个又一个新的外星复制人就此诞生了 刚好此时有一个正常的士兵正在抵抗 制造了混乱 于是蒂姆找到爬满面条的马蒂 旁边床上新的克隆体马蒂 也已经下载完成了99% 几乎马上就要成熟了 但是在最后关头蒂姆拽断了面条 救走了马蒂 此时一车又一车的怪弹 外星人的下一步计划就是用军队来控制整个美国 蒂姆带着马蒂面无表情的混进人群里想偷偷的离开 但是遇到了已经被外星人复制的金恩 一句话就暴露了正常人的身份 金恩立刻就大吼着呼叫了桶段 他俩赶快就爬上了直升机 关键时刻弟弟也凑巧爬了上来 但是这个小家伙是个复制人 想杀死蒂姆阻止他们飞走 马蒂抓着他他还想杀掉马蒂 一番撕扯下来 无奈的马蒂只好把变成外星人的弟弟丢下了直升机 男女主角也终于逃了出去 但是从此之后 这俩人就驾驶着武装直升机 踏上了摧毁外星人基地的道路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剧情和人体一行与天外魔花很之相似 也是一部很不错的早期科幻类型片 好了小伙伴们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